央视重拳出击,大力振动由头粉面A41网友,等这天很久了,社会外向,可有不同,但是任何事都要有一个底线。 比如说如今的审美,媒体的风向带动,在这影响下,出现了由头粉面A41的现象,使得大众对审美,最主要是男生的审美以及形象上超出了底线。 如今社会,网络时代,任何信息片各间,就会传遍大江南北,而部分男生,也就是大家现在称呼的小鲜肉,也在屏幕和互联网中闪亮灯场,而他们的形象对现实中的人们产生着极大的影响,特别是对青少年和小学生,而他们,作为一个男生,本应该血气风刚,充满阳刚之气,但是却在大众的视野中。 擦着抹粉,画着浓浓的眼线,涂着亮亮的指甲油,穿着花哨,打扮更是妖艳,比一个女人还女人,也就是大家现在说的娘炮风盛行。 而且这一想象,也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同时,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 虽说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众多,但是大家比较赞同,得一点,就是此风盛行是并太审美,甚至连央视都看不下去了。 不光在节目中大谈娘炮对社会以及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,还将在今后的各大节目,以及各种晚会节目中,并且使用油头粉面A411人。 消息一出,很多的网友也表示,等这天已经很久了,是的,娘炮风对如今的孩子,祖国的未来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。 作为一个家长,总不希望以后自己的儿子,天天在家里着磨化妆打扮,作为社会中的一员,总不希望以后男生开口闭口,就是想拳拳捶你胸口,然后翘起兰花指说着哎呀,讨厌。 一个男生就应该有着男生的样子,肩上有担当,心里有责任,对此,关于这个问题,大家是怎么看待的,是否还有其他不同的观点,欢迎交流和讨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